因為不想看其他人騎一樣的車 鍾月榮高中時靠著打工存下的錢 買了第一台古董機車 從此與機車結下不解資源 並投入老車翻新 其實這只是一個無情差距的結果 因為在玩車的過程中 就是你會中毒越來越深 就是你看過好的東西之後你就回不去了 然後你的要求什麼樣子 就會開始變得越來越高 但是在追求好東西的過程中 會經歷就是不斷的嘗試啊失敗啊 然後再重新再突破這個瓶頸 就是為了要達到理想中要的那個瓶頸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同一個禮拜 都修同一台車的同一個問題 怎麼修就是修不好 就是在那個環節裡面一直去思考 每一個細節 到底是哪邊出了問題 然後我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才把他的毛病找出來 對 然後後來也從國外訂到零件回來 因為那個零件他已經絕版了 非常難訂 所以也算運氣蠻好的 因為有了這些經驗 所以現在的我做出來的東西 是比以前更好 我把造車這件事情 是為了我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和目的 無非是希望就是我新手做出來的每一台車 無非他今天十五十歲六十歲 他都能夠在 呃 就是這個車主的手中 就是代代的傳承下去 對 我認為只有把造出來的車 提升到工藝品的層級啊 他才有可能被 就是勇士長存 就是一直被保留 就是這台車可能我死後一百年兩百年 欸 還有人在騎 他在每一個小細節他都會 會了很大的心思在 在那種思維在做 而且他他一樣東西他 他要求很 就是說他的要求就比較高 連你沒有要求到他會 都會自己去要求 他好像把老車 把他重新復活 然後再把他當成藝術品來做 這台車是 豪山皮B1的最早的一個版本 他是第一批 第一批生產出來的車 然後 這台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整台車裡面的附近 他連輪框都是金色 為了延續古董機車的生命 許多車主選擇將老車翻新 恢復老車的經典風貌 翻新一台老車是每一個車主的龜毛程度不一樣 他大致上的流程就有Discovery的影集差不多 就是全部都拆光光 然後把該修重新淘漆 重新電渡的地方 都整理完之後再把它重新再組合在一起 然後只是在台灣啊 在台灣目前是我們在做老車翻修的時候 我們翻修的每一台車都比你在電視上看到的還要糟糕 因為我們台灣的本土氣候比較潮濕一點 所以許多本土的老車啊 他在先天的保存上就已經比較不容易 然後 然後在經過的就是三四十年的 的報廢啊 派換跟出口之後啊 很多的稀有車種 就是已經變得非常的 非常的稀少非常的珍貴 即使通等車況的車 在其他國家就是 只能被當成零件車使用 就是他們只會拆一部分的東西起來用 然後但是在台灣 因為這種車真的非常的稀有 所以車友都會 用盡行駛啊 跟行李想辦法把這台車給復原 對愛車人來說啊 每一台車都有他迷人跟經典的地方 所以才會如此的令人愛不失手 就是一種現代車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給予的感動和體驗 因為對我們來說 回不去的才叫做經典 雖然喜歡古董車的人不在少數 但因為現行法規與政策 讓車主們與老機車面臨許多困難 主管是玩什麼車的車主 在你玩車的生涯裡面 絕對有被主管的機關刁難過的經驗 有稍微了解過台灣 台灣的汽機車建立法規啊 政策啊 的人就會明白就是 其實我們的政府跟財團聯手啊 真的是慶祝難說 人民永遠是沒有選擇全力 被剝削的那一方 機車雖然只是 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短短的一百多年啊 可是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啊 他已經達到了 技術的高峰了 愛於 就是回不去的環保法規 我們現在的機車 一二五CC的 一百CC的 其實馬力都是有十年前的 五十年前的一半 不到 然後再加上他的 車子的使用壽命 非常縮短 再看著現在的學生啊 都騎著電動車上學 他們有可能 哪天畢業之後 然後他就是 接著再繼續買電動車 所以 他可能一輩子也不會騎過 燃油機車 最近環保署啊 打著反空的口號 大舉 取締我們城市裡面的 士林小民的燃油機車 他就是 在路上街道 然後去覽查你的排氣檢驗什麼的 抓得非常的嚴格 但是 我們的工廠啊 就是從我們的空氣的源頭 那個工廠的大宴 從不斷的飛機 不斷的飄進四驅啊 不覺得這真的非常的荒謬嗎 雖然在台灣 玩車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 鍾月榮還是鼓勵 想玩車的人把握當下 好好體會老車的獨特 所以你如果真的很喜歡這台車 你真的很想要玩這台車的話 先好好把握當下 趁現在還有理解妹們啊 還有師傅 可以幫你修車的時候 好好的享受這台車 然後跟他留下很多很棒的回憶 如果想當你最夢人的話 就勇敢去最夢吧 字熊 你們aj bare 有一些小onderd 我們在馬上 快點 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